231 《蘋果日報》 秦錦超向律政司撒上9526萬 2015年7月26日 港文A07本報信 曾有豪宅大王之稱的建來集團前主席秦錦超 三年前海關以他牽涉逃稅6億元人民幣的酒師案 在沒有搜查令下登上建來集團旗下兩手科船搜查 檢走準備替客戶付運的10個貨櫃 建來旗下公司同年向客戶作據額賠償 前日日品高等法院指海關的做法違憲 向律政司司長撒上9526萬元 令加利息及堂費 抹搜查令下檢走10貨櫃根據日品狀 遠告營高航運 香港有限公司於2012年1月7日及10日 從兩名客戶取得300噸和及一批電子產品共10貴貨 全放停泊在屯門內河碼頭的兩手科船上 等候進一報指示 遠告指碼頭駁位屬私人地方 但海關在同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的搜查 人底向兩客戶賠償共9千多萬元 貨櫃本身則共值43萬元 遠告指海關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中 保障市民不受非法搜查的條文 該此行動是中港海關聯合行動 遠告上月底發現 有三人因海關將首船所獲機密資料轉交內地執法部門 而被起訴 循錦超不滿海關將檢取的資料交與內地海關 有質疑搜查令無效 申請司法覆核及殺償 高院去年裁定海關申請的16張搜查令有13張無效 海關需交回檢獲的資料 包括已轉交內地執法部門的資料 海關已提出上訴 而評定賠償額的領訊則定於11月12日進行 至於涉判兩季課 循錦超於數月前要求取回 但高院指與失效的搜查令無關拒絕 案件去編號 HCA16775記者蔡曉峰 瑞威